巴黎时装周结束了 看完了明星们最后一波时装周造型 真的想感慨一句 这时尚圈还真不是咱普通人能懂的啊 先来瞅瞅LV大秀上的几位女明星 刘亦菲 这帽子感觉像是去我二舅家商店批发来的 吐到姥姥家了 再一看刘亦菲全身 穿我妹的幼儿园白色连体袜不说 还穿我二舅妈八十年代的那双高跟鞋 小黑裙也像是去村口做的裁剪 这到底是咋设计的啊 咋一个能看的都没有 刘亦菲在如此多的时尚败笔之下 也只能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大姐一样呆着 即便是脸好看也厚得不住这么多丑东西啊 还我神仙姐姐 这时尚的怪圈天仙咱还是先撤吧 宋茜和刘亦菲穿的简直是如出一辙 同款鞋袜又把人雷了个外焦里嫩 哎不是 这个餐巾布围在胸口就算了 咋还当屁脸了呢 宋茜也就是状态还不错 这么一套乱七八糟的东西穿身上是真的挺难好看的 咱大牌的这个时尚元素就是这么反反复复用 是吧 就这么一块丑布还能做出花来 又给欧阳娜娜围脖子上了 娜娜这一身就真的很难平了 衣服整得跟照衣似的 裤子鞋子皱皱巴巴的 再加上他这复古的妆发 好像九十年代第一天来上班的秘书 陆小葵你加油吧 周冬雨算是避开了以上的这些元素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上半身跟被孤住了似的 下半身裙子俩色还分层 这时尚度真挺要命的 周冬雨的妆发也寡当无畏啊 看了LV女明星的这些丑鞋子 真是不知道设计师是咋想 不是吐气就是怪异 竟然是夹脚高跟鞋 我眼睛被丑掉了 相比之下 庄达菲这素的步行的外套和牛仔裤 说不上好看 但反而还顺眼一些了 古爱玲这套和周冬雨的挺像 裙子一穿 整个人像一个多层蛋糕 但用身高和气场撑了一下 勉强能看吧 一众大咖也都被坑了个遍 牧村光熙和林嘉欣穿睡裤睡裙 石头姐 大魔王那两套感觉能直通春晚了 咱就是说 真没有哪个女明星能笑着走出LV秀场的 真的是一怪到底了 但在Lisa的衬托下 她们都是赢家 外套花哨四贵族 短裤黑丝太艳俗 装发脏兮兮 看着好油腻 陈柏林和桂伦美能看得出来老了 老的都一起穿姐妹装了 不是 像奶奶风把俩人称得都挺贵妇的 每到说不上 只能说不丑吧 林心如真是肉眼可见的胖了啊 脸看着像肿了一圈 但怎么说也48岁了 能保持成这样还可以了 在室内强光下 林心如的脸就不是胖了而已 肉下垂得明显 脸颊和下巴 坑坑洼洼的地方也不少 只能说女明星为了保持脸 也是挺不容易了 和林心如一起看秀的刘宇 就真的年轻有活力了 一套蓝色的国风挺有范儿的 白发蓝衣好特别 秋天这一套也挺有高级感的 连衣裤闪耀 她的状态也不错 自然松弛好给力 王一博一连出现在了两场大秀 但时尚表现挺一言难尽的 这套向奶奶抱同造型时尚吗 外套是真像奶奶的 红花刺绣增添了一丝土气 黑牛仔裤和黑毛衣重归重矩 这帽子一戴又有种精神小伙 硬拗时尚的感觉 王一博脸上状态好了不少 但不帅两个字还是很明显了 瞪大了双眼也没神采 就还蛮呆的 第二套白色运动套装穿起来 好像被拉起来做早操的中学生 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整个人表情好呆滞 像极了被迫起床的你我 她应该在操场 不应该在秀场 但总的来说 王一博这套运动风造型 比香奶奶风适合她 看着也年轻有活力 就是她本人颓颓丧丧的 和这套服装不太搭了 看完了今年秋冬场的巴黎时装周 对时尚圈的误解又加重了 说好的大牌 结果一个都看不懂 但这时尚咱不懂也罢啊